Hello 大家好 我是KT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 个人看韩剧常常听到的一些惯用语 还有口头禅总共有十个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常常看韩剧呢 总是有听到一些他们常常在讲的一些话 就可能跟我们中文的一些常听到的词也有点类似 然后我今天整理呢总共有十个 那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 他们很喜欢吸来吸去 什么吸来吸去呢 其实他们那个吸呢 其实这是不太好的一个词 怎么说呢这个有点类似中文的 就比如说靠 或者是那个字比较有点重 我就用注音带过可能歌安四声那种感觉 如果事情发生不顺的时候 会是可以接到什么后面的 比如说比如说哎 比较厉害呢 反正就是靠的那种意思 可以比如说我们今天什么事情不太顺呢 比如说啊靠 我又忘记了 比如说啊我今天啊 我乐透又没中靠 那种感觉啊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 他们很喜欢讲就是说人疯了 或是说有时候说人是疯子也可以 或是说自己疯了也可以 哦这是疯了那种感觉 哦真的比较哦 比较厉害呢 或是讲你 你疯了吗 或是说人疯了也可以 然后另外一个 而且疯了另外还有一个讲法 就是哆啦语 会骂人是疯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韩剧常常喜欢骂人家疯子 但是 其实我觉得对 对这是不太好的词 因为就是骂人 有点类似中文骂人那种 神经病的感觉ansa 挂简 第三個呢,就是他們很喜歡講 大發 中文就是大發 好厲害呀! 真的大發! 完全大發! 四個呢 就是他們很喜歡講 就是說要不要問人 要不要去喝一杯啊 比如說 要不要喝一杯? 要喝一杯? 第五個常聽到的詞 就是 在你感到 就是出現那種狀況 就令人感到覺得很荒謬 那或是覺得很無語的時候呢 就會說 你現在說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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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個呢 在韓劇裡面很常聽到的呢 就是要稱兄道弟 全世界都是兄弟姐妹 但是呢 這其實不只是韓劇裡面 也常這樣子聽到 其實在真實的 現實的韓國生活中呢 大家他們也是這麼說的 那我們最常在韓劇裡面聽到的呢 那就是一定是 歐巴啦 歐巴 阿 像我是女生的話 我年紀比較大的話 就要被叫 恩妮 對 那如果是 男生的話 就是男生跟女生 喊的會不一樣 比如說 就是今天 如果說 對方年紀比較小 對方是男生的話 那喊我的話 那就是 NUNA 這樣子 NUNA 我爸呢 我爸就是只有女生喊的喔 那如果說 是男生對男生喊的話 那就喊 對 就男生跟女生喊的不一樣 那如果是弟弟妹妹的話 全部呢都一樣 那就是 同線 同線 一樣 全部都喊同線 這樣 那第七個呢 常聽到的 也就是中文上面也很常聽到 那就是為什麼 韓劇的為什麼呢 就是 為什麼 第八個呢 那就是 帶著有點叹氣的感覺 叫喊 講到他講到有時候覺得無語的時候呢 就會突然來個 或者今天想到什麼的時候 突然想到什麼 也會覺得 喔 喊 喔對了 欸我忘記我要跟你講什麼 喊 第九個呢 他們很喜歡講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 你根本的 你根本的 你憑什麼呢 你憑什麼要對我做主呢 你憑什麼呢 你憑什麼要對我做主呢 你什麼的 第十個呢 他們很喜歡 就是有時候對人 可能有點貶意的話呢 很喜歡稱女的是什麼 臭丫頭 或者是男的呢 什麼臭小子之類的 這小子什麼之類的 比如說 臭丫頭的話 可能就會講說 居壞 那如果是小子然後可能說 那種感覺 那如果呢 你還喜歡我今天分享的影片呢 那歡迎你繼續follow我的頻道 非常感謝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我大概也會再拍個續集 會再分享更多的一些韓劇的一些萬用語 還有口頭禪吧 謝謝